現在呢 回到這場比賽 小鄧鄧拼佔精神是100分 不過這個跑壘真的比較沒有必要 因為他的腳層並不是這麼快 而且這隻安打是一個順向的 但是看到神龍其實有給他安慰 當然問題是如果你正在追分 有這個氣勢上面來說 這個攻勢就這樣中斷掉 的確會比較可惜一些 對 所以你是幫到了朗立總 其實如果你應該是這樣 這個 朱育賢在接到球的時候 鄭志偉剛好踩到二雷雷 要往三雷走 那你 你可以往三雷 二雷往三雷這樣跑三分之間 你發現朱育賢這個回傳球 已經傳得很好的情形之下 其實你煞車再往二雷 往回走的話 其實還是有安全的空間 但是執意往三雷這個冒險的程度 你只能 祈禱這個轉傳球傳歪 這傳球的話你可以剛剛從半動作的時候 大概還有兩二到三度的空間在喔 但問題就是剛剛那個當下 我們現在看到他 就是 我只是盯著三雷雷抱 他也沒有看到朱育賢 他就是要衝了 所以我們在看到 跑壘一個最高原則就是 你看得到的情形下 你應該要自己判斷 而且朱育賢這個動作是很快的喔 陳俊秀打擊要看落點喔 三個人追過去還是被追到了 今天先發的右愛野手是震函的 陳俊秀今天兩次打擊 都遭到了瑞安的封鎖 下一棒輪到的是小胖林鴻鈺 小胖林鴻鈺 前一次打擊是敲出一個滾地穿越的安打 而且那個穿越的位置是非常的準 就是三游的正中間 正中間兩個都沒機會喔 不過 這個時候球數也可以先取得 絕對有力的一個位置 你要看看他這個範圍是不是 越投越穩 沒有打好但是中路 哇 剛剛是三游 現在是二游 然後都從兩個守備員的正中間穿過去 對 其實這個球 林鴻鈺已經坦白說是沒有打好 沒有打好 然後碰了這個球滾出去的力道 也沒有很強勁 但是就是朝二雷雷爆直直直直線過去 那二游這右手的蠻靠近的 等於二雷手比較靠近一雷 然後游擊手比較靠近三雷 那當然打到縫隙裡面去了喔 唯一有機會就是 對安智 從彈跳的高度可以接喔 好 那現在是壘包上有人 你要面對朱玉賢啊 前一次是打第一 等一下喔 那你上來是投一個直球 那現在再投直球 有可能就要出去一點了 喔唷 還是拚直球喔 而且是好球耶 其實這個球有點撕投 但我覺得打者沒有出放那個想法 可能也是認為應該不會再投直球過啦 對 直球過啦 這是 這第一顆球還是拚直球 第二顆球還是有速度的喔 不過這球壓得比較低 嗯 我下一個球如果再投直球風險是蠻大的喔 要稍微小心一點喔 因為剛才這個球 不然解開投球動作喔 其實這一個郭俊瑋已經蹲到外角去喔 那 之前退開之後 也炒外角做了一個空虧喔 這還是拚一個直球耶 兩好球一壞球 郭修正投到一個內角的速球喔 好 主持人打擊 現在球數是投手有力了 頂右球到底會不會出來呢 還是用直球 嗯 球數不必啊 就是兩好球一壞球 就是兩好球一壞球 所以瑞安等於在這一次對決上面 抱了前一支挨轟的 仇了 嗯 持續用直球跟這個朱宜璇 進攻喔 哇 不過這個球出現 稍微急躁了一點 這個球真的 比較高了喔 就高滿多的 對 下一棒能到的是郭延文 第一球呢 放一個 慢速變化球 進到了好球帶 好球 滑球打高了 但太高了 誰要來接呢 兩個人都舉手 只有讓他來由中外野手來接 沒有問題 三人出局 結束了半局 這個半局 留下一個壘包的殘壘 現在回到成員主場啊 今天呢 跟統一7師隊的一個交戰 到目前為止呢 比分的差距是還蠻接近的 3比1 那這3分其實 阿米格是集中在第一局得到的 嗯 接下來兩個半局 也還沒有得到分數 現在是4局下半 看看 第一組球隊的一個進攻 首名上場的是第7棒 天才 曉飛飛 凌晨飛 第一次打結束沒有打好 不過他進棒是 算是有比較回穩 連續三場比賽有完蛋 那最經典的還是在 周間跟 副方的第二場的那個交手 一個人 雙翔炮 包括滿貫爆 三隻長打 昨天有提過啊 那個都讓他寫下了這個 個人的一個紀錄啊 嗯 兩隻全雷打加一隻二雷安打 就十個雷打數是他 三場新高 個人的 個人的新高 不過今天 竹神特別對位這個外角球 那幾個 前面兩個這個臨界點外角球都有減 所以打者在這個位置點的話 可能出棒的慾望要提高一點喔 我們說 每個好球帶啊 主審的胃口真的不一致 但是 他如果在當阿潘那兩隊都是 同樣 我這顆位置都撿的話 那你就沒什麼好說的了 對 你就變得你打者本來就要去適應了 嗯 兩好球兩換球 這一球出棒 拼飛球 直接 被林靜凱以消跳躍 空中皆殺 這個因為高度不夠啊 所以 林靜凱以其實是有掌握到 他等著這個球過來 也算準了這個起跳的時機 對 對 那這個球來講就是 我想喔 頭補之間也想說 這個就單純一點 因為前面兩個直球 外角的 然後臨界點上 主審都有給喔 那 就想說那乾脆就還是拼這一個位置 不過這個球稍微投的比較進來的一點點 林靜凱有掌握到這個擊球點 那 呃外角的位置 推出推一個反向的平飛球 還是落到我林靜凱的手套裡面喔 不過其實喔 如果主審在外角這個臨界點上會減的話 控球夠金的話 這個球你可以持續來進攻喔 可以把整個投球的內容可以減化一點 因為這個臨界點的球 本來打著就不太好揮擊喔 不過也可以看到瑞安真的 就 好像有點就回到 就是 他就是三分 會不會就這樣封印呢 其實你看二局開始到現在 南靜凱其實只有從他的手中 打一隻安打而已 對 所以這個內容上面來說 反而 最近這幾局 反而比多猛的表現還要再穩一些 然後第一局看起來有點擔心他會不會就是 就說 過往他對南靜凱的一個投球內容 很少就是 就是單場會或單場或單局抱的這種情形 那最多的就是差不多六局上下掉個三分 那第一局就掉三分 不過 好像後面 現在目前看起來好像有點就封印起來了喔 不過當然這個 其實選手啊 常常會有這樣的情形出現 我們就說棒球就是很奇妙 結果這時候拉弓箭三陣再出來耶 就在講這個位置給今天主審會給喔 所以揮棒的一個這個 慾望要再拉得高一點點喔 這樣 我想教練團的一個表情就告訴說 哇這個球這麼外側這麼低也減 但是因為今天一開始已經 這個位置就已經有減兩隊都是一樣 所以一定是你要 告訴自己的打者 你不要再量好球去面對這個球 最好在量好球之前 你就能夠打出一個結果來 再來就是面對到量好球之後 你要逼迫自己這個球一定要去做揮擊喔 打交輪到第九棒的邱丹 所以今天的瑞安也可以變成 說他是一個比較慢熱型的投手 因為過去常常會講的會是像 姐姐王毅正這樣 一局會常常會先炸力 但後來又神 吻下來之後呢 又很難打安打 這一棒也沒有打好二壘的管局 結果 這是怎麼回事啊 哇 已經進起來這個球 第一時間喔 我想他處理球沒有太大問題 只是接到球之後發現邱丹其實衝得很快 已經很接近一壘 他想要快速的一個傳球 這個球 反而沒有傳好喔 可是他這個球是連出手都 整個手就好像往地上扣 因為那個 那個彈跳是還滿 早就掉在地上的 接著都沒問題 但是這個起身動作之後看 邱丹好像有權力在衝刺 所以你整個傳球的一個節奏 不太流暢喔 但這個距離其實你穩穩的傳 應該是沒有問題喔 這個應該是很容易的一個出局的傳球 結果 反而傳了一個失誤 我有回過頭 我覺得做得不錯 就是邱丹兩次的一個 沒打好的一個跑壘 都是全速跑壘 那你全速跑壘 你就會製造手臂的一個 節奏上的一個轉換的壓力 那本來林靜然認為這個球 我應該是很從容的 可以用比較慢的一個節奏 去處理這個球 突然發現 好像快到一點 身體慢 但手是快的 可能這個節奏就配不起來了 不過這一棒呢 藍一輪也沒有打好 要看這個弱點 已經被蘇智傑給鎖住了 遭到了接殺 所以這個半局呢 雖然有一個守備的失誤出現了 不過沒有後續的一個影響 藍明哥沒有得分 這場比賽 兩邊呢 目前差距並不多 所以 勝敗還蠻難料 不過以 整個比賽的過程來說 對統一來說是比較可惜的 因為局局都有這個攻勢 但包括他們得到分數的那一局 這攻勢也是 跑壘上的瑕疵 自己中斷掉 包括剛剛前一個半局 蘇智傑的這個到了 沒有成功 也是一樣的意思 蘇智傑那一個是 應該講他 不是說有創意 他有意識到說多猛 好像每一個投球節奏都一樣 那想不到多猛 他自己其實也有警覺 雖然說都一樣 但是我還是有在注意你 有沒有先啟動 那台腿的時候你先啟動 他就可以順勢做一個轉身 來抓你這個 過早啟動的一個倒壘 來被發現 對 被試破 但其實這個 二到三這個多少 反而就是風險就比較高啊 應該這樣講 二到三 二壘到三壘的時候 如果你是左投手 其實以一個有速度的跑者來講 其實會比一壘到二壘更好跑 因為一壘到二壘的時候 你左投手是看著 那個離壘的跑壘遠 那二壘的時候 你反而是 那個轉向是比較不順勢的喔 但是不會因為 骨手 阻殺的距離比較近 所以 所以你要先跑 所以他是抓一個你不注意 你看 你就是轉頭看了二壘之後 你就回頭專心要準備投球 你一回頭的時候 我就先跑 那一腳 在這個時候剛好啟動的時候 我幾乎跑 二壘跑算是連滑壘都不用的喔 這個內腳球 面對林立 這個半球當然要持續觀察瑞安 在第一局出狀況之後 如果三四局 似乎都壓制住了暴力遠打線 而且這個時候 調到了打者揮棒落空 連續三個半局有投出三陣 是一個比較兩極化的內容 這個變速球 然後又投外角喔 今天外角不打真的不行喔 陳俊秀今天打起來還沒有安打的出現 這個球不 不攻擊啊 剛剛這樣看過去會覺得有點可惜 對 內角喔 一個 也不算太低的一個位置點喔 那現在你內角那一個沒有打的話 大概 今天外角是很好運用攻擊的一個進雷點喔 不然 現在是兩好球 沒有壞球的一個傾向 下一個球還可以再攻這個位置 進了一點的一個變速球 就好像三陣掉林立的那個球喔 那變成是打者 你有沒有勇氣放掉喔 的確真的就 往外角的這個方向喔 來走 對 這個球投的比較開一點喔 同樣的一個位置 再一個變速就是 我覺得效果應該會不錯喔 好 來了 揮棒落空了 連標2K耶 那到底第一局發生什麼事 那時候 有時候 頭球的時候 節奏會迷惘 像今天賽前的時候 我去統一的這一個休息室 跟林紫維在講說 昨天的一個比賽相當的可惜 在第五局 然後他自己也提到說 第五局然後 被安打的時候 開始有點急了喔 因為 認為說 其實領先分數蠻多 不用太害怕 就投給對手打 但是 對手一直是打得很好的時候 反而是自己有點急掉了 那個整個節奏都跑掉了喔 出棒打成了界外飛球 瑞安晉級是有一個 兩百次三陣的里程碑可以挑戰 嗯 賽前是一八九 現在是投出了4K 所以還差7K 對 如果做到八月的一個 就八月的前面四場的一個 出賽三陣力 三陣的那個 次數不要這麼低的話 或許他前面四次的出賽 應該就可以達成了喔 不過在今天已經八月底了喔 所以 有做羊頭更換 羊匠更換 羊匠更換的就是 富邦還有拉米狗 所以 都已經確認 今年最後 羊匠的一個陣容了 中信兄弟呢 跟統一是 就沒有再做更換 對 統一就是 瑞安 羅里奇 還有亞利 克 所以 拉米狗呢 就是 大家熟悉的 李茲 尼克斯 以及今天的仙媽投手 多猛 這一棒打高了 但要看落點喔 兩個人都追過去 喔唷 最後林靜凱是用背 對著一個方式啊 其實這個不好接 但他 接起來好像還滿輕鬆的 所以三人出局啊 結束了這個半局啊 拉米狗是三上三下 這個團隊啊 有一點像在小會議一樣 在做講話 這也不光只是投手 只有旁邊 內野手都在跟著聽 主要應該是在跟王浩玲講 那因為前一個半局大量 使用帶打 帶跑的關係 果然 手背上呢 就做了跟動 所以 黃恩志呢 接地領主 接手 尤其林安可呢 上場呢 來 防守 右外野 原本的右外野手 鄭凱文呢 也在移防到中外野 在這邊 統一呢 投球的人就是瑞安 上來呢 要面對的是朱玉璇 上來呢 上來呢 要面對的是朱玉璇 這是一個好球 沒有出棒喔 被拉弓箭 其實 球 捕手接到的這個當下 朱玉璇 自己也知道 不妙了 今天這個位置 就是會撿喔 他的那個跨步 已經透露出 他也知道 沒打是 不太 應該的事 而且這個球 應該講瑞安也 控得相當的精彩 頓了一步 聽到聲音 但這個就 球邊就有提 今天這個位置 你當然不要說 偏移太多 這個位置主審 就是打者左右都一樣 那個外側是會撿 對 瑞安呢 從第三局開始 三陣的比例 大幅提高 對 對 可以出現 然後呢 從 整整一輪 也就是從 三局的林宏玉之後 瑞玉璇 再也沒有出現安打 唯一的上來 是因為守備失誤 那個 林靜凱的一個傳球失誤 結果這一棒打到了一個 掉在線內 這是一支安打 好 這一支安打出來 郭彥文要上二壘 應該是沒有問題了 這球雖然一開始打得比較高 我剛才提到 球會往這個 由右往左再吹 所以變成增加了 蘇智傑要追球的一個距離 然後落地之後 又往左外野的邊線滾 所以蘇智傑在處理球上 也花了一點時間 再看一次 這個 往反方向去做攻擊 那球一路的往左旋 剛好就落在線邊 相隔到了 整整到了第三個半局 才出現安打 但是是一支搶打 所以接下來林承飛 有一個得點圈的打擊機會 這一棒打出去蠻紮實的 跳起來擋下來 那雖然傳不出去 不過二壘上的跑者也動不了 這還是一支安打耶 不過阿基是至少把這個球 空中抓飛鳥先籃下來 沒有出局 其實LAMIGO已經不虧了啦 對 應該這樣講 如果萬一這個球 飛到左外野的話 應該統一這邊要掉一分啦 那阿基是說 我在年輕的五歲 這個球沒問題 那今天林承飛前一次打擊 也是一種平飛球 但是那時候被林靜凱給跳起來接 現在差一點換成三壘手陳庸基跳起來接 不過差別在陳庸基 接到手套又掉得出來 這個球就跳起來的高度大概少了十公分 因為就接到手套的最前緣 那個接到的那個力道不太夠 但這個是安打 所以會是林承飛 連續第四場比賽有安打 這個安打還滿罕見的 推進不了隊友的安打 廖建復的打擊 一出局 現在是一二雷有人的一個狀況 這一棒打出去 二雷手接到 有機會Double Play嗎 有幾種再傳一雷 接到了 Out 哇 哇 有沒有要挑戰 很精采的 沒有要挑戰的話 因為就是三出局 其實連跑者也在等 看到郭媛瑋也在等 現在是要 如何呢 沒有啊 如果沒有要換的話 那就是換場了 那就結束了這一個半局 Amico呢留下慘蕾 這一個出賽啊 不過 Amico呢在下半球季啊 真的有露露出來 真的在投手戰力上啊 戰不到優勢的這個隱憂啊 前一個半局呢被 對 林安可 還有黃恩賜 兩支長打 黃恩賜更是三分炮 重擊 那林安可的那一棒呢 是直接打下 超前分啊 所以如果今天比賽 統一再贏的話 林安可那一棒還是一個勝利打點 對 而且是蠻關鍵的一擊 因為 兩出局先有他的這個 這個勝利打點 然後黃恩賜的時候 他出棒可以更堵定一點喔 這邊是先發的瑞安喔 去投喔 那個瑞安從一開始掉三分 敗投候選人 撐到現在 他反而變成勝投的候選 對 而且現在 你現在分數還蠻多的喔 劉吉的管區 黃恩賜接到球之後傳一壘 沒有問題 終殺了秋彈 如果瑞安這個半局 沒有太大的危機的話 我想應該就是投完這個半局了喔 是比較合理一點 嗯 然後瑞安就真的 被雄輝收到 就是大概就是六局 先發了大概就是掉三分 想不到他第一局掉三分之後 就自動封印起來了喔 下一棒輪到的是 開胃先鋒藍英倫 可是這個可能 我們就說已經是八月底 其實 大家期待著棒球賽季 不知不覺已經慢慢進入 最後一個月的 歷行賽也就只剩最後一個月了 九月就 所以 如果連主場 這個優勢都拿不回來的話 真的 其實我覺得 球隊真的也要評量一下 還要不要這種傾巢而出來 來應批 因為畢竟 LAMIKO是最有空間 可以去做 調整的 對 我覺得LAMIKO還有一個重點要做 就是說 近期的比賽 氛圍確實是稍微比較低密一點 要怎麼把上半季那一種 給對手這種 墮墮逼人的那種 求勝的那種 一場比賽都是壓著對手打 不管是攻擊 守備都是可以 很明顯優於對手的那種氛圍 要把他趕快再找回來 尤其是在這個組場 因為組場過往來講 他的勝率是非常的高 不要越到這個 例行賽的尾段 還有接近總冠軍賽的時候 這個氛圍反而跑掉 對於進入總冠軍 是反而比較不利一點點 但現在就看到你 投手的這個戰力 到底有沒有辦法整合出來 對 到時候總冠軍賽就是最多 就打七場 那時候就是傾巢而出 然後用最好的這個投手 如果到時候總冠軍賽 還是有像這樣 類似今天這樣的情況的話 其實那個 輸一場可能就回不來了 那個 那會比較嚴重 那現在是還有時間來調整 那以舉例來講 本週 這個原本你是必勝把握的 這個尼克斯 他還是很神 他只掉兩分 但是球隊就一分都沒有 那你就已經 的確就會有一點影響了 對 那另外的是 王英正昨天狀況也不是太理想 所以原本說 正中三位聖頭王 現在只剩下李姿 看明天是不是 可以撐一勝下來 對 不然就是今天球隊的火力 必須要有一點 逆轉的攻勢 時間還有 還有三個半局 這個球是有銷到 藍銘的腳 對 這是一個自打球界外 對 棒子飛得比球遠 你就會看到 藍銘的這個拚進了 每一顆球都是全力攻擊 對 只要揮 都想盡辦法要達到 這是他的一個 揮擊的一個特性 這手整個滑掉 趕快再補一點這個子滑忌喔 趕快再補一點這個子滑忌喔 結果投手接到 還有時間再做一個傳球 雖然第一時間沒有接進手套裡面 不過再撿起來 船是來得及的 兩出局 下一棒要輪到的是林立 因為已經兩出局了 所以要攻勢串聯的話 光靠一棒可能還不夠 他偏低 就好像我們當然在討論 為什麼 對阿在第一局 會比較沒有進度狀況的一個表現 你可以看到第一局 其實他反而直球出現比較多 那種低於140公里以下的那種速度 投到現在那直球反而 這個就比較能夠維持在140公里上下 那我覺得第一局是不是在投球的策略上 有點想要做一個體力調節的一個調配喔 反正直球速度沒有全力壓出來 反而讓 結果這棒打出去 落點不錯是一隻安打 在兩出局之後 林立 喬出了這場比賽個人的第二隻安打 打擊王的這個身手 有維持住 這個對於球隊來說還是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三天下來連續三場比賽都是雙安打起跳 對 其實這個球的一個進的角度也不差啦 變速球掉到這麼低了喔 波林立這個球 雖然打在棒頭上 釋放出來的力量還是相當強勁的喔 那面對的是陳俊修 哇這個球又放掉有點跟他第五局 那放掉的第一顆球有點像 我們在講摸那個內角數球放掉有點可惜喔 這一張要記得 錶球一壞九層 成俊俊今天還沒有完打 王久這一棒也是打得不理想 接著不是太乾淨 但是傳進的還是來得及 雖然處理上有一點瑕疵 好像是覺得第一時間拿不出來這顆球 但還是讓NAMIGO這個半局沒有得分